You better watch up, you better not cry, better not doubt I'm telling you why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每逢十二月,大家最期待的都一定是聖誕節了 而聖誕節的代表人物大家第一時間都一定想到是聖誕老人 但對聖誕老人的起源,大家又知道多少呢? 又或者聖誕節的代表人物可能不止聖誕老人一個,甚至乎可能他不是人 在這裏就和大家一齊了解一下 聖誕老人角色這個圓形,其實就是來自土耳其的主教叫做聖 Nicholas 他生活在公元300年小亞細亞地區裡一個叫做米拉的城市 當時小亞細亞地區仍屬於羅馬帝國的範圍之內 這個主教會出生於一個富裕的家庭,而他最出名的就是 他會貢獻自己的財富去救助一些貧富大眾 而聖誕人所熟悉的一件事就是 當時有個貧富的家庭,他亦窮的程度是要把他三個女兒買去做奴隸或妓女 聖 Nicholas知道這件事後,就偷偷地晚上把三袋金幣送給這個家庭 拯救了這三個女孩 到最後就被這三個女兒的父親發現原來是聖 Nicholas 於是就傳開了這件事 除此之外,在他身邊亦走過不少神跡 例如是曾經在船上平息過一個風暴,斬過一棵被魔鬼附身的樹 最神奇的是他曾經復活過三個被枝解殺死的小朋友 即是只差在加上Avenger 而由於他慈悲而實人愛戴的形象 於是那些人就在他死的日,即是12月6日,就定為聖 Nicholas Day 當日大家都會打扮成為他的容貌,然後四處派湯給小朋友 而這個長著白鬍鬍、穿著紅色主教服的造型 也很大程度啟發了現代聖誕老人的設計 來到19世紀初期的美國 來自歐洲的食文者就將聖 Nicholas帶到紐約市 而經過作家和藝術家的創作 他的形象就變成一個穿著皮草長蝦、長著白鬍鬍的大肥佬 但當時聖 Nicholas Day和聖誕節仍然是兩個獨立的節日 直到1920年,荷克科樂公司就利用了聖 Nicholas 來作為他們聖誕節的宣傳 再加上送禮物的傳統帶來的商機 在眾多商家大使宣傳下,這個紅色肥佬的形象就更深入問心 而同時地他們都成為聖誕節的一個代表人物 之前提過聖誕節的角色並不止聖誕老人一個 以下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他的名字就叫做 Knecht Ruprecht 我們姑且叫做克內希特 最早關於他的紀錄可以追到17世紀 他的形象就是一個穿著深色長袍 拿著一支長棍滿面鬍鬍的男人 關於他的傳統多數都是來自歐洲德國的地區 在傳說中他和聖 Nicholas兩個都會在12月一起出現 乖的小朋友就可以在聖 Nicholas手上得到禮物 對於頑的小朋友克內希特就會比較霉 或者比較石頭給他 甚至乎會放一顆棍在小朋友鞋底裡 讓他父母可以用來教訓他 他和聖 Nicholas是最佳拍檔 一個做黑面一個做白面 第二句要介紹的人物 他的名字就叫做 Beltznikker 最初有關他的紀錄就是出現在19世紀 他的傳說和傳統都是主要集中在德國西南部的萊恩河地區 傳說中他是一個骯髒的男人 經常穿著一件又爛又殘的皮草 戴著一個有條長荔的面具 手上還握著一條長邊 他的形象和聖誕節完全拉不上一絲的關係 他和克內希特不同 就是他只會自己一個人單拖行動 他一個人身兼兩種職務 對著乖的小朋友就會送糖、蛋糕給他 但對著頑的小朋友就會用條長邊來打他 連荷里活的電影都曾用過Beltznikker來做過題材 接下來這個角色很有爭議性 他的名字就叫做 ZWARTBITZ 英文也叫做Black Peter 最早關於他的書籍紀錄可以追待19世紀 又關於他是傳統主要流行在歐洲的低地三國 也就是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 他的形象是一個黑皮膚 經常陪同著聖誕尼克拉斯幫他守的一個僕人 對於他的起源現在暫時都說不清 有人說他是來自古代歐洲人的傳說 以前有人認為來自地獄的妖怪全身都會被火昏黑 所以Black Peter其實就是來自地獄的妖怪 他是被聖Nikolas降伏了所以才會變成他的僕人 而另一個說法就認為Black Peter其實就是代表著當時的黑奴 所以現在很多為黑人平權的人都會要求在節日裡取消這個角色 在將來歐美國家的聖誕節日裡可能很快就會見不到這個角色 接下來要說的是一個帶有東歐色彩的聖誕老人 Dead Morris 亦都可以叫他做冰雪老人 有時他會被人誤會做山寨版的聖誕老人 其實他是來自斯拉夫民族傳說裡的一個人物 他是代表著冬天的魔法師 他的衣著通常都是一件穿著冰藍色或帶有銀色的皮草 戴著一頂半圓形的帽子和拿著一枝長的魔法棒 與聖誕老人相似的是他一樣會派禮物給乖的小朋友 而去到19世紀俄羅斯人還幫他在歌劇裡加入了一個孫女的角色 也就是冰雪少女 所以來到現代俄羅斯的聖誕節 很多時候都會看到他們兩個拍著一齊出現 最後這個角色不僅一點歡樂氣氛都沒有 相反還有恐怖感 他就是來自艾爾比斯山地區的Krampus 關於他的傳統主要流行在奧地利和德國的巴佛利亞地區 有歷史學家指出這個人物可能是來自公元6世紀之前 即基督宗教流行之前的民間傳統 到了17世紀的人就把兩個角色加進節日裡 他與聖尼克拉斯絕對是一刻一白的存在 他全身掌有黑色的毛 頭上是山羊的角 兩隻腳是山羊的蹄 還有一條尾巴 他滿口尖牙還有一條又長又尖的蹄 完全就是聖經裡的魔鬼形象 他手上會拿著鎖鏈和一枝用橫木樹枝紮成的鞭 在傳統裡他也是和聖尼克拉斯的媽媽出現 聖尼克拉斯負責派堂 而Krampus就會用鞭去教訓壞的小朋友 他比之前介紹的角色更加恐怖 就是對於那些頑劣的小朋友會用鎖鏈去捉走他 到最後會吃了他們或將他們拉入地獄 聽到也覺得恐怖 所以傳統上的聖誕節並不是只是送禮物那麼簡單 而是還有警惕人不要做壞事的意思 現在經過了商業化包裝的聖誕老人 就變成一個你問他什麼問題 他都知道會回答你 的白酥肥佬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忘記 其實他們是有上線佛樂的意義 如果他們真實存在的話 我相信香港有某些人肯定被他們打到屁股開化 還會被Krampus捉迷入地獄 關於智日其實還有很多很有趣的事可以說 譬如耶穌根本就不在12月25日出生 有機會的下次再找的話題來講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Comment、Like、Share和Subscribe 多謝各位 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